大家好,我是龍鎮天,歡迎大家收聽這一集的運氣法則 今集就緊要了,跟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日常溝通方面,我們經常會不會有一些盲點呢? 所以今集就跟大家分享溝通,常常有的一些盲點 那些盲點是甚麼呢? 有時候你不應該說那些東西,或者你不應該有那些想法 想法這麼奇怪,師傅,我們溝通用口說而已 其實不是的,你的口其實是一個結果 意思是甚麼?你為甚麼會說到這些東西呢? 你為甚麼會說這些說話內容呢? 很大程度上都是你的腦去驅使你去說 你想到的東西,你就會說出來 所以說是一個媒介,但你的腦想法很重要 所以會不會有時候,那個Mindset不對 那個Mindset不對,你說的東西都錯了 你做的東西都錯了,身體語言都錯了 所以這一集就想跟大家分享 開始之前,就提提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旁邊的小鈴鐺,按下小鈴鐺 每一集就會有新片,通知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短片有用 記得就like我這個頻道,留言 有甚麼想法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 有問題我都可以透過YouTube解答你 亦都如果覺得對朋友有用 亦都可以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知道 讓你的朋友都可以明白到 溝通技巧是甚麼一回事 最近一個禮拜 有很多朋友都有參加了我的免費客戶 也參加了我的溝通人員自負術 也陸陸續續都會電郵多謝我 多謝我不說那麼多 大家如果看到我的電郵或網頁 我都會把這些多謝我的龍鎮天後悲 我會放在網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中有些朋友給了一些很有用的意見給我 他們都說這個課程對他們來說很有用 亦有一位網友也有一個問題 說到關於表演說是對的 我可不可以講表演說我當然可以講 只看事實 我本身有沒有做過表演說我當然做過 我還做過很多 訓練也是一個表演說 現在網上課程比較多 但是疫情好轉好些 仍然我都想跟大家見面有些實體吧 不過過去很多年舉辦過 無數大大小小的課程 溝通技巧也有 戀愛技巧也有 改思改運 mindset也有 記憶術也有 除此之外 我亦都去很多不同的公司去present 我說師傅你都要去一些公司present 不會的 因為很多時候公司都會去到年尾 都想有些talk 譬如說一下潛意識 說一下溝通技巧 甚至乎說一下生肆話 風水 有很多 又或者一些比較大型的公司 可能去龍振天都未見過你 都想看看我怎樣簡單介紹自己 或者有個presentation 我都要present 大大小小的無數present 亦都因為這樣 我都累積了很多不同的經驗 所以我在這個溝通人員致富術 你現在你如果參加我的課程 溝通人員致富術 以及宇宙最強表達力 這兩個課程一起參加 除了有一個更加優惠的價錢之外 你亦都可以有三個bonus 其中有一個bonus就是 Excellent presentation 讓大家都很喜歡聽你說話 那你怎樣可以吸引到人呢 present有些甚麼要留意 有多人覺得present就present 當然不是 present不是說你站上台就是這樣 不是這樣的 present就是你事前要有準備功夫 即是有幾樣東西 事前準備功夫 上到台present 你有些甚麼你需要留意 過後有些甚麼的follow up 有些logistics 即是有很多技巧 那我就會在這個課程裏面 我會詳細跟大家講解 那各位網友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我在公司經常要present 跟同事present 老闆present 但是我那個問題就是 我怎樣可以給別人有一個 不要騰騰陣的感覺 或者一個自信心的感覺 那問得非常之好 我們要去解決一個問題 我們要tackle一個問題的時候 針對性就是一個問題 而想一些solution 我們不可以單單想個問題本身 例如這樣 我經常都說 我很惹怒的 就是收到很多網友的來訊 很空泛的 我愛他 他愛我 突然他不愛我了 他怎樣可以讓他愛我 那我怎樣回答你呢 又或者就是 我現在工作不怎樣如何 可以工作更好 賺更多錢 我怎樣回答你呢 回答不了你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問題太空泛 你不能夠針對性就一些問題 你就作出一個解決方案 去到這個網友的問題 他提出有些問題 給不到別人的自信心 又手藏腳震 同事就見到他好像很怯場 那有什麼方法呢 好了 你要想方法之前 第一 你現在要想那個原因在哪 為什麼你會給同事或者老闆的感覺 你手藏腳震 我們針對性 就是你的身體語言出現問題 你說話的內容的問題 你聲線的問題 我們就針對這三方面 跟著我們就去想 在我這個Excellent Presentation裡面 我就很詳細地去講 譬如那些PowerPoint 你應該要怎樣 很多人就誤會了 就是Present 我站出來講 講我忘記了 忘記了 我就把所有我要講的 好像一個讀稿一樣 整大段字 自己都看不到 好像字典一樣 就整個PowerPoint 整個50頁 我只要讀完 你這樣當然不行了 不會有人這樣Present 你看人家那些世界一流的Presentation 我當時教技術的時候 我都有講 世界一流 世界級的Presentation 是誰呢 大家知不知 Steve Jobs 我覺得Steve Jobs 他那個Present很成功 我經常看他 就算他走了這麼多年 差不多十年 我當時也有寫一篇 網友看完 你講得太好 看完又看 看完又看 其實內容 其實知道 你看完一次你就知道 但仍然都會再看 為什麼呢 就是你享受那個過程 享受我的表達方式 當然 我也鼓勵大家參加 如果大家還未參加 我也鼓勵大家快點參加 這個免費的Presentation 可能Steve Jobs就是簡單 還有他很有說服力 還有很多邏輯 還有很多系統 令你的腦袋 你會跟著流程去 就不是說我上次說那些 九五答八 又不對題 又離題 不知說什麼 當然身體語言也很重要 我就留意他有什麼 身體語言 他那個編排 他的佈局是怎樣 一個Presentation 長不長 短不短 怎樣令你持續過幾鐘 都有興趣聽下去 不會就像一個故事 你不會有故事 一開始講的結局 你一定是要有些鋪排 這些想法 在我那個Excellent Presentation 讓大家都很喜歡聽話 裡面就有講 除了這個 另外還有一個Bonus的課程 非常精彩 還有可以進入我的群組討論區 另一個Bonus跟銷售有關 如果你是做一些銷售的工作 我發覺很多人工作是做銷售 但沒有懂得銷售的 我自己都經歷很多 例如我去很簡單 我買一個鬚跑百貨公司 我都會看到那個人 已經沒有不得八 又難怪他 可能公司沒有一個恰當的訓練 可能他自己沒有著力留意 自己的角色 但如果你要做一些一流的銷售員 其實完全完全不困難 隨手尖離的例子 我早幾天去買衣服 換季 現在又沒有得去OLED 去日本 因為我的衣服 其實我過去 我想起碼有七、八年 我每次都是每年 我換季 我就去日本OLED 走一天 我真的很開心 那些衣服又便宜又漂亮 慢慢試衣服也有一個樂趣 現在沒有了 我便去香港 去香港買 試衣服 我對衣著 我又不是很年輕的人 我又不用 又要什麼訂造 什麼續MM去 我就沒有這些 但我也有些要求 因為我始終日常 我真的見客 見很多不同的人 出去 出去看風水 那個環境 寫字樓都有 去演講 都有 去做不同的討論 年尾很多 講一下生肖 去商場 經常會這樣 我對衣著 我有些要求 我見到那個咒 好像長了些 我便問過銷售 我說可否改短 那些咒 好像很不對題 他不能夠提出客人的關心 我的關心就是 那個咒 可否短一點 我不是跟他虛寒問戀 我又不是問他 George 你吃了飯沒有 附近有間餐 我不是這些 我只是問他 那個咒沒有改短 他答了我十句都答不到 他說 這方面 就不知怎樣 在口頭時 我又不知他講什麼 然後 如果要改短 那個咒很貴 我又不知他講什麼 你告訴我多少錢 就行了 無關痛樣 我問你多少錢 一百元都可以 一千元都可以 那我就去想 沒有問題 你公司有公司的規矩 你改短 我就餘一千元 我都沒有法 我自己考慮 不是 說完一些不對題 令到別人覺得很憤怒 他真是最致命 去拉尾他那句 我就看穿很多東西 他說什麼 其實你這件衣服適合 或者我幫你去找那個衣服適合尺碼的給你 我心想 你怎樣找到尺碼給我 大家去那個衣服 買衣服 每件襲衣服 每件襲衣服 每件襲衣服的襲衣服 每件襲衣服的襲衣服都不一樣 除非你去到一些大型百貨公司 我不敢爭 因為日本去到攝谷 銀座 有時候成立很整齊的 有一個牌子叫SUIT 這間連鎖店都挺有名的 他真的 他專門的襲衣服 他真的專門 襲衣服不同的領 袖 尺寸一樣 袖長可能都有三個 有的 香港市都有 馬山百貨都有 譬如我以前去馬山買些西褲 我舉例 三十吋腰 我腹長可能有三個給你選擇 人、高、矮 我覺得挺細緻的 但這間我明顯不覺得有 他這樣說 我說你幫我找一件 我斷一吋的 我腹長可能當是33吋 你幫我找一件32吋 怎麼會有 我一忙我就知道沒有 我在那裡走了一會 忙到他的衣服 是分了領的闊度 他便自找麻煩 他便要花時間去排解這些誤會 最重要是甚麼 師傅你不要強人所難 這跟待會兒的主題有關 你不要強人所難 可能他都 那些衣服那麼多不清楚 你真的不可以這樣說 你要做一個Tub Seller 你要做一流的Seller 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對你的產品非常熟悉 這個不是你厲害 這個事情你應該要這樣做 而不是說 我知道公司那個就場 沒有這樣說 長就一點 長一點的 短一點的 沒有的 我不知道 或者知道 不是這樣 這個是最基本的事情 Tub Seller一定會對自己的產品非常熟悉 再下來才是銷售技巧 那這便自找麻煩 那自找麻煩的原因是甚麼 當然他那個銷售技巧 他那個思維是有些問題 他表達你的問題 甚至乎溝通技巧也有些問題 那他當然他沒有想過我這個 一流銷售員的共同秘密 沒有想過溝通人員智庫術 也都沒有想過我宇宙最強表達力 一定沒有的 如果想過他必然會知道 這些不應該發生錯誤 那這個課程裡面我會告訴你 一流銷售員有一個流程 其實你不懂得做 是不要緊的 你有一個流程 你照著流程做 不會錯到哪裏 可能有六個步驟 七個步驟 按部就班去做 你的範圍不會錯到哪裏 然後我們才磨練每一個步驟的技巧 所以做銷售的朋友 就要留意 我很期待大家 來參加我這個免費的Webminar 參加我這個溝通人員智庫術的課程 課程我限時有位 你上完那個Webminar 記得那個電郵 你一定要確認你的電郵 因為現在很多問題 一定要確認你的電郵 我才可以把優惠給你 否則我亦不會亂發電郵 這個是保障你自己 所以一定要確認你的電郵 你才會收到 有寫垃圾油箱看看 如果Gmail、Yahoo 有機會跌落垃圾油箱 你便在裡面找回 記得加回我的Green List 之後你便會收到 來到今天的主題 溝通經常都會犯三個比較大的錯誤 這些錯誤是甚麼呢 這個呢 我都有想過的 其實有很多事 但萬變都不來其中 其實三個是跟想法有關 我就拿了這三樣東西 我跟大家分享 第一樣就是 你的腦海 溝通是互動 溝通是甚麼意思 溝通是雙向 不會溝通是單向 單向那些就是 合你 媽媽合你、爸合你 那些不是溝通 那些是合你 哎呀,兒子,你說大哥了 你快點娶個好老婆 哎呀,怎麼,怎麼 那些就不是溝通 溝通是有需要的 意思是check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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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إلى 跟一個人去說某些評論 會不會是負面比較 即是覺得那個人是如何負面的 你記緊記緊 你千萬千萬不要拿他去跟別人比較 千萬不要這樣 第一,你這樣很不重視 很不尊重對方 你會令對方起降 對方本能起降,你很難溝通的 我跟那個人好聲好氣,有雙有量 大家好像跟我陣線 我親和力夠 我完全做到這些事 但當你沒有說一些有敵意的時候 或者對立、矛盾 你去侵佔到他的底線 你的麻煩又來了 你的麻煩是什麼呢 你的麻煩不跟你溝通 不說,聽不入耳 你聽不入耳 他聽不入耳就算了 你不要這樣,那不是溝通 你不用學了 你到周圍去罵人就可以了 這些不是溝通 溝通就是你要對方跟你連繩一線 你要要求對方做的事,對方要做 沒有對方可能有些事 你覺得有些問題 你要針對這件事 你要針對這件事 去說,你不要針對人 你不要去比較 例如,媽媽未必情侶 未必朋友同事 爸爸媽媽對小朋友都可以這樣 媽媽會跟兒子說 你看旁邊阿強,讀書多好 你真的不要這樣 你針對性就是小明 你的兒子 現在他的功課怎樣 有些什麼可以做得更加好 就不要拿他來跟別人比較 同事之間都是 就不要說找那個同事 他不幫忙 譬如,找一個Operation 那個Project Team去做 我的同事不幫忙 你都不像Mary那樣 Mary很幫忙 你都不要這樣 尤其是一個職場社會 對方怎樣 對方沒事的 對方不會說拍檯的 你真的不要想 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可以這樣 衝口而出 不以為言的人 溝通技巧就變得很差 其實大部分人溝通技巧比他好 溝通技巧比他好的人 怎樣不出聲 我是不妥的 即是我記在心裡 我不出聲 那又怎樣 你又得不到結果 你說我又有什麼動機 又沒有動機 即是那些人很奇怪 溝通技巧很差的人 沒有意義的東西 經常說 說完沒有意義 又得罪人 又引起矛盾 又令到人不開心 就不停告訴身邊的人 你不要幫我 我不值得你幫我 我潛意識就是這樣說 那 自己就自己吃虧 又解決不了這件事 所以就在職場上 尤其不要說 你看旁邊的 誰做得不錯 如果你是老闆 你有一組的下屬 更加不要這樣 你學一下John 你有空學一下Mary 你一牽涉到人去比較 就很大問題 不過你們又看不到我 如果我走上來 我很少 但在日常生活 那些朋友又可以留意到我 我很少說 拿這個人去跟別人比較 你又學一下誰 誰 完全沒有 我只會針對性 就是他現在 你這樣 以每些想法改善下 你不要那麼主觀 你不要想這些事 你不要去想想想那些那些 我會慢慢有耐性 跟他去分析 對方容易接受得多 你同一件事 你都是說那些評語 但你不要去比較 效果是自然不同 這就是關乎mindset的問題 這就是第一樣 第二樣 我們永遠就要針對這件事 我們不要針對個人 這一個字 英文有一個字叫criticize 鑽牛角尖 執著偏激的人 最喜歡是怎樣 去criticize一個人 那criticize一個人有什麼問題 你是針對人 當然那個人 可能做些事 是有些問題 但因為你針對了 你針對了一個人 你針對了一個人的時候 變了你就被別人看到 你針對一個人 跟你對話那個人 他就有記在心裏 還有那個人 如果溝通技巧 給你好 他不出聲 他不聽就離開 那不說了 有事要做了 就先走 完全聽不入耳 不以為言 他用身體語言來回敬你 他會否認識你 那你就扮奇怪 我講些事他又不重視 我講些事他又不聽 你不要這樣 你說的事得不到人尊重 得不到人重視 沒有再討論 你要想一下自己有什麼問題 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問題 你才可以怪責對方 如果你在職場上 伴侶關係 伴侶關係經常都有 兩夫妻男女朋友 批判一出來去 去criticize對方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不要那麼骯髒 你不要這樣 真的很悶 令到那個人一聽 那個訊息是負面的 他就不會接受 千萬千萬不要去批判 感情大多數發生裂痕 我最近都很後悔 來找我做感情和諮詢 共同都是說這句 我真的後悔 為何沒有早點看師傅的blog 我一早看我就不會這樣 你在blog叫人不要做的事 我全部對著你 我都做齊了 其中一件事就是批判 老公晚回來 或者怎樣 不停去罵老公 不停去批判他 你這樣不行 全部都是你你你 不要這樣 妹妹就是針對事情 大家有一個理性的討論 去批判與其批判 倒不如你花一點時間 了解一下對方 為何背後會這樣 那個邏輯在哪裡 他為何會有這個行為 其實他真正的想法是怎樣 再有一點點和你心去代入 你整件事就會明白了 如果你批判 對方就立即拒絕了你 所以這個想法 都是不要的 亦都要設計了 第三件 強人所難 人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談到那麼長 你都要想一下 對方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這件事 還是你要硬來 當你硬來的時候 當然會有兩個結果 第一 那個人當面拒絕你 我真的做不到 真是對不起 又棘再度 又溝通不到 有很多人都不以為言 你不是告訴我 不是這樣的 溝通不是這樣的 溝通其實就是 你會有些請求 你會繞我彎的 你會有一點點暗示 譬如說 哎呀那些事真的那麼重 我都不知 我都不知怎樣拿回去 我幫你 這樣嗎 好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對方主動去說出來 對方主動說出來 正正迎合你的要求 你又不用說 開口好直接問對方 這個是我溝通人員 智庫術我都有說的 你怎樣去 提出一個請求很重要 我日常生活 我們一定要找不同的人幫忙 你怎樣找人幫忙 人家會不會幫你忙 就是你那個包裝 你說話的包裝 你的技巧是怎樣 溝通其中最主要去學的 亦都是這件事 如果對方是幫不了你的 你就不要硬來 因為你硬來 就算得請 結果都不是好的 我記得最近好像有一個個案 應該不是我客人 好像是一些網友來信 他就大致上說什麼 跟他男朋友相處什麼愉快 他媽媽都是有些要求 他媽媽都應該不是那麽好相處的人 我不知道有事一起去吃飯 不知道什麼親朋車友吃飯 他男朋友住得很軟的 亦都不遷就老的 他就跟他男朋友同居 他媽媽不知另外住得很軟 九五八八的 類似這樣 會當在灣仔吃飯 男朋友跟他住則如沖 就回家了 開車就五分鐘左右 他媽媽可能住元朗 即是很軟 當然你孝順的媽媽 我沒有說這件事錯 溝通不是說對還是錯 你應該說什麼 他關心他媽媽想有人送他回家 沒有錯有什麼錯 你這麼孝順 你媽媽和你媽媽感情好 你媽媽養到你這麼大 有什麼錯 但很多人誤會了 我錯什麼 我關心我媽媽而已 我想我媽媽有人送他回家 不是的 不要搞這些東西了 不是說對還是錯 說應該說什麼 應不應該說 這句話 你要看看是不是他人所難之 看看你男朋友有沒有一個訊號 他想送你媽媽回家 如果遇到一個好人 好像我那樣 我最無所謂的 我經常吃完飯之後 我更開心 我最喜歡跟別人一起的 開車 誰誰去哪裏 還可以再聊一會 聊過幾小時 我不知多開心 當然你要跟那個人 又有足夠的交情 你才會這樣做 我無所謂 但他男朋友有所謂 第一他男朋友真的沒有出聲 這個時候會不會有一個 請求的技巧 他會跟他男朋友說 媽媽住在元朗 很遠 都不知乘搭什麼車 你不要看他怎樣說 他不會說 很快而已 又是九五乘八 很快而已 10分鐘就到了 其實當你是彎仔 去元朗你怎會10分鐘 他會說 乘搭巴士一呈 就到了 如果他這樣說 他亦都沒有一個intention 因為你其實已經請求了 但你不是直接說 你要留意分別 一個直接說 一個就是間接 raise up一個請求 你看他怎樣說 如果他得到 如果他有心車 就說了 這個就是溝通技巧 但他沒有 他還要沒有之餘 命令式 你載我媽媽回家 嘩 是男人聽到都不順氣 第一 我真的沒有想過 載你媽媽回家 第二 你媽媽跟我關係 根本就不好 那個人你媽媽都不關我的事 我也不想載她 那麼 他男朋友就黑了臉 到最後感情就不好 然後就吵架 演變之後 一連串事件的發生 這件事是否可以避免 當然是可以避免 要不要弄那麼多 那個人沒有心 你逼他也沒有用 那不要弄 有很多時 強硬拉牛上樹 例如明仔 都不喜歡彈琴 媽媽不斷逼他 每個星期去學琴 學到甚麼出來 也學不到甚麼 人最重要是不要勉強 你勉強出來也沒有用 勉強完之後做了所有事 是否代表他愛 你當然不是 我多客人都是這樣 那個感情故事 開頭有很多時 你愛不愛我 你愛不愛我 愛愛 那些穩飾男 過後面又是沒有 逼出來沒有用 你要看他有沒有 是出自內心的 真的自己做了一些事 這三個想法 大家都要記住 我也相信今天大家 聽完之後 必然對自己的溝通技巧 必然會有所領悟 好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最後提提大家 訂閱我的頻道 靠你的鈴鐺 按下按下 每個星期有三篇 通知大家 Like、Comment 和Share我這條片 給你的朋友 好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Bye Bye